台大中文系 今天的尖端講座系列 今天的尖端講座系列 其實是高研院 在藥院長就任之後 所推動的一個很重要的系列的演講 我想在這樣的一個演講裡面 意圖開拓的就是我們的學術的視野 甚至於在裡面還推動了不少跨欲的研究 今天因為藥院長剛好也來到我們社 所以我們先請藥院長來跟大家講這句話 謝謝梅局人 也謝謝孟教人 謝謝我們的邀請 當然更重要的是要感謝梅老師背後的中文系 阿姨共和拜 我們跟中文系合作也不是第一次 所以合作得非常愉快 我希望透過跟這個系統的合作 能夠讓我們的效益達到最大 其實我出來講句話 目的主要是在打個廣告 就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其實聯文社會報點研究院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推動跨欲時間的接觸 能夠找到新的研究方向 當然最重要 最獲得期待是要更新 不斷地更新原文的價值 所以我們辦的活動裡面 從最小的個別的演講的工作方 到跨裡面的論壇 到大型的學術會議 目標 國務史朝向的一個方向 但是最基礎的就是我們這個 尖端教學系列 我們邀請到的都是國內外 以各個領域裡面最結束的學者 請他來跟我們分享 他最新的研究成果 希望透過最新的研究成果的一個分享 能夠刺激我們的思考 甚至於對我們年輕學者 或者資深的老教授 也都可以找到新的事業和研究的可能性 謝謝各位 非常感謝梁院長 今天我們也非常高興地 可以請到中研院文哲所的 胡小禎老師來到這裡 為我們帶來一個非常具有心意 而且絕對是具有開拓性的一場演講 他的演講的題目是 南方去世中的女主統治 與其文學形象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題目呢 我想當然要先從我們對胡老師 以及他的研究 特別是最近最新的研究的一個 基本的了解開始 其實大家對胡老師都很熟 他是我們台大外文系的結束的系友 那麼之後呢 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呢 回來就一直在中研院文哲所服務 那麼目前擔任所長 過去許多年以來 他主要的研究的領域 主要是這個明清的敘事文學 明清的婦女文學 還有近現代的城市文化與文學等等 那麼他的研究的一個特色呢 是特別側重於文化歷史 與社會 那麼從這些角度的一個相互的交織鋪陳當中呢 去探索明清時期不同形式的敘事文學的文學 以及歷史的一個深層的地域 那麼最近這幾年裡頭呢 我就特別注意到他的這個研究呢 特別觸提到有關漢文化 跟其他族群文化 譬如說相反族啦、苗族啦等等 那麼這些族群之間的一個互動的問題 前兩年呢 台大出版中心還出版了他的一本 非常這個重要啊 那在文學界來講 大家都非常重視的一本專書 就是《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 我今天還特別把它帶來 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我們出版中心的編輯 這個季樹林小姐也在這裡啊 那麼這個我想這本書的出版 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因為他同時也是這個 這個台大出版中心 與哈佛燕經學社合作的一個 這個哈佛燕經的一個 這個叫做 《台大哈佛燕經學術從書》 那這是其中的第一號 所以它有一個開拓性的一個意義 那麼在這樣的一部這個著作當中呢 我們就看到這個吳老師的研究呢 第一個它的視角是從一般 這個大家所習以為常的這個中原的正統的 這個方面呢 那麼延伸到所謂的邊疆地帶 所以它談西南 那麼但是在這個西南裡頭呢 那麼它就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裡面既有政治的問題 有文化的問題 還有性別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西南當地 它還有一些屬於它這個特殊的風土 民情等等 那麼以今天的這個演講來說的話呢 它有三個重要的關鍵詞 那一個是南方敘事 一個是女主統治 還有一個是文學形象 那以這個南方敘事來講的話 當然很顯然的 它談的是相對於這個北方中原正統的 另外有一個不同的地域裡面的問題 那麼女主統治呢 顯然它談的是女性作為一個首長 一個統治者 那麼它會帶出什麼樣的一種值得我們去關注 去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那麼再來呢 這個文學形象它到底如何形構 難道只是文學文本嗎 如果我們對於西南的這個總有的虛勢裡面 看不到太多的我們習以為常的這種文學書寫的話 那我們可以從一些什麼樣的一些這個文本材料當中呢 去探出所謂的女主統治的文學形象呢 我想待會呢 這個胡老師一定可以給我們的非常精彩的這個解說 那麼總而言之今天胡老師的演講呢 正是一個跨領域演講的一個很好的示範 因為它觸及到了政治的問題 性別的問題 還有地域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很可能還有其他更多的開展 所以呢我想我們接下來就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胡小白老師為我們開展 非常謝謝梅老師的介紹 我聽了覺得梅老師的介紹 好像比我的演講要精彩的感覺 那麼剛才梅老師對我的描述呢 我只能說我非常希望 期待自己有朝一日能夠達到剛才梅老師 對我的期許吧 這麼說 那麼我要謝謝高研院的邀請 謝謝廖院長親自立臨 那麼要謝謝台大中文系諸位同仁的協助 那麼當然謝謝梅老師特別為我主持 還要謝謝各位在場的學者同學 聽眾們的參與 那麼首先我當然還是要對我的設定的這個題目呢 做了一點說明 當時廖院長聖廷邀請的時候呢 他再三地嘱咐我一定要越聳動越好 對吧 這是你說的吧 然後要非常的 provocative 那說實在的就讓我成癮了許久 因為畢竟我們是做古典文學的嘛 一般給人的形象還是比較溫柔玩樂的吧 不准笑 那麼 所以要怎麼樣才可以讓一個古典文學的題目呢 具有這個聳動或者是可以在議題上面 provocative呢 其實我真的還是想過的 那麼最後呢 我提出的這個演講的主題呢 當然跟我近年的研究性敘事有相當的關係 剛才梅老師已經幫我說明過了 那麼特別是有關於明清時期西南敘事的研究 那另外一個關係呢 則是比較未來性的 是關乎我正要展開的一個有關於 同樣是南方 福州地區的女性敘事的討論 那麼 這個是我原先的 我自己的設定啦 那麼這樣的設定呢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達到 達到廖院長的期待 所以如果說大家最後覺得 我的演講沒有那麼sharp 讓這個高研院的尖端變頓了的話 就是先請謝罪請大家原諒 那麼 可能在場的各位 已經讀過了或至少剛才聽梅老師的介紹 看到了我在2017年出版了 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 這本書 感謝台大出版中心 在那本書裡面呢 可以說大致代表了我 近期對於明清時期 從外地到西南不管是旅遊也好 做官也好居留也好 的這些外地的文人 對西南地區的歷史文化 民情物產等等的表現的一個 我的研究我的討論 那麼今天我的演講題目中的這個 南方敘事呢 裡面也有非常大的成分呢 是指向西南地區 指向西南敘事 那麼各位可能要問 為什麼我選擇使用南方 而不是直接的使用我之前 書裡面用的這個西南敘事 這樣的詞彙呢 那主要是因為我的設定裡面 我希望能夠觸及的 我希望能夠討論的材料呢 會延展到嶺南 也就是廣東地區 還有我原先的設定 是希望可以延展到福建地區 所以我採用了比較廣泛的南方一詞 當然或許有一些朋友們會 自動的把它解讀為 這是一個對於所謂南方文化 特別是南方文化當中 突出的性別文化跟族群文化的 一些特色的一個觀察 不過我也必須要老實說 那會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議題 也很複雜 可能並不是我今天處理的 這個有限的材料 所能夠得到的一個深入的討論 或更不要說是結論 那麼所以這一點還請大家多多理解 那麼至於題目中的這個 女主這個詞呢 我本來就是希望賦予她更多的一個 模糊曖昧的空間 我是希望刻意如此的表達 剛才美老師呢 替我解讀了一下這個女主這個詞 那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是 多半都是應該都是學界的朋友 那麼我想大家的聯想都是一樣的 那麼女主呢 我們就會想到是女性的領導人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走出這個屋子 你到附近的公館夜市 找一個小學生中學生去問問看 說你什麼是女主啊 你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會不一樣 你在離開了學院 你問到女主大家的聯想呢 很可能是很可能是影視節目裡面的女主角 對吧 而不是女性領導人的意思 那對我的討論來說呢 其實我是希望能夠維持女性的領導人 跟女主角 這兩者之間的一個交疊的跟模糊的地帶 為什麼這麼說呢 女主當然是歷史裡面實存的歷史的人物 但是如果我們是在一個敘事的概念裡面去運作的話 也就是說我們面對的文本 它是一個有視角 有敘事的視角 然後有刻意的結構 有選擇 有淘汰 有很多的虚構的話 那麼不管我們使用的是實傳 還是筆記 還是小說 甚至是詩詞 或者是視覺性的文本等等 那麼這些女性領導人 被賦予所謂主角光環 這個主角光環有可能是英雄 但也非常有可能是反英雄 那麼這樣的主角光環 自然是在一個敘事裡面 所謂題中應有之意 這是必然的 所以呢 女性的領導人 跟有主角光環的女主角 她們會有一些交疊的空間 在我們面對的文本裡面 不過如果我們說 要去敘述一個女英雄的故事的重點 是必須要去表現這個人的人格的特質 以及她的作為裡面 必須要有一些extraordinary的部分 要有特異的性質 那麼女性的領導人 女主 因為她在她的群體裡面 佔有一個領導的位置 因為她擁有政治的權利 那我們就必須更要去表現 這個女主她影響決定她的群體命運的那個關鍵性 那我想呢 這個就是擁有統治權的女主 跟一般的女主角 或者是女英雄最大的一個不同的地方 好 那麼 談到歷史上面的這個女性領導人 女主 那麼如果我們用膝關節來反應 會想到誰呢 肯定第一個是武則天 第二個是慈禧太后 對不對 對 要不出其二吧 那麼 如果是喜歡看戲曲的人 可能會想到 遼國的肖太后吧 好 那麼 近年來 因為這個影視電視電影的影響呢 或許有更多的 這個 大眾的觀眾會想到 例如什麼大育兒啦 或者甚至是 更近期的米月啦 這些 甚至甚至 還有 虛構的那些女性角色 像是甄嬛啊 都會跳進許多人的這個想像當中 那麼 這樣的一個名單透露出來的訊息是什麼呢 好 我們往往認為 女主應該是歷史上面某一個王朝 或者是一個大國家 在某一個時期的實際的執政者 但是呢 在 我的這個構想裡面呢 這個範圍是可以被挑戰的 怎麼挑戰 挑戰的基礎呢 就是我們如何去認知 統治跟政權的問題 好 那麼這樣說起來 挺玄的事實上很簡單 說的直接 而且簡單的話呢 就是我希望在我的討論裡面 可以納入中華帝國的王朝制度下面 帝國疆域內部的地方 特別是帝國邊緣的地方 是怎麼發展出女主的實際的人物 實際的制度 以及關於女主的想像的空間 那麼我們知道在西南地區呢 這一種所謂地方的政治空間 是用最具體的方式存在 並且表現出來的 那就是跟中央王朝維持基迷關係的 這種事實上是所謂半自治的圖觀 或者是吐司的制度 因為吐司的統治呢 特別是在明代 事實上是跟中央王朝的直接統治 可以說是分庭抗禮 平行關係 分庭抗禮的一種地方的政權 而吐司呢 他有一種特殊的繼承制度 成為了女主形成 以及養成的最好的土壤 早期呢 有一位探討吐司制度的學者 叫做黃開華 說實在我不是很清楚 可能他是香港學者吧 那麼黃先生他曾經這麼說 我quote他 他說 西南土觀與一般流觀最大不同之處 決為官位世襲之制度 而此種制度中最足表征其特色者 則為特殊承襲下女土觀之出現 此種女土觀權位之性質 下面是重點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黃先生呢 他就指出吐司是世襲制的 那麼他跟中央王朝政權的繼承呢 其實是有很高的類比性是差不多的 換句話說 吐司的統治呢 實際上可以叫做國中之國 國家裡面的小國家 因為他有這麼高度的自治權 他有這麼高度的這個 世襲的繼承的制度 那麼 事實上這個所謂國中之國的定義跟稱呼呢 也並不是我發明的 我們一直到清代的一些這個作品 例如關於已經被消滅的這個 吐司政權的這種永史詩裡面 還可以看到這樣的稱呼 就是把吐司形容為國中之國 好 那麼中央王朝 我們本來就知道有女主對不對 我們剛才舉了好多例子 但是呢 中央王朝的女主呢 是 是 他不是制度化的 他們都是特例 是在某一種特殊的情況之下 產生的 所以中央王朝沒有辦法 制度化的這個女主的繼承呢 卻在西南吐司的地區發生了 並且延續 成為某一種傳統 這樣一來呢 女主的繼承呢 就成為了吐司制度的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如同剛才引述的這個 黃教授的說法 那麼如果我們接受這個視角的話 那女主就不只是在中央王朝 執政的那些太后啦 皇后啦 或者是像武則天這樣的女皇帝 大可以包括這些國中之國的女吐司 這也就是我在這個題目裡面 設定女主這個詞彙 它背後的支撐它的一個脈絡 不過當然我們知道這個 吐司跟中央的關係呢 那真的是叫做千絲萬縷啦 我們大家在那個中學的課本裡面 都學到這個厄爾泰有這個 改土歸流的政策 所以呢 在清代呢 經過了這個改土歸流的政策之後呢 清代初期以後 吐司的勢力呢 其實是降低了 已經沒有那麼多勢力強大 足以抗衡中央的吐司 那麼當然 女吐司雖然仍舊存在 但他們就沒有沒有那麼光華燦爛 沒有那麼耀眼 好 但事實上呢 明代本來也 大家知道嘛 如果你是中央 你也不希望有這麼多國中之國吧 所以呢 事實上改土歸流的努力是一直持續的 那明代也是一樣 可是呢 在明代那個吐司的勢力真的很大 他們呢 實力堅強 在明朝的開國時期呢 明太祖呢 他非常非常需要西南地區的吐司呢 來支持他 如果沒有西南地方的吐司來支持他呢 其實他的開國的事業呢 他的版圖的形成都沒辦法成功 那麼在整個明朝呢 這個吐司的所謂叛復無常 就是一下給你好一下給你不好 這種狀況呢 也是明朝諸多戰役背後的這個情況 那麼成為了明王朝的這個嚴重的問題 但另外一方面呢 在王朝面對各式各樣的戰爭的時候 不管是對內的戰爭 或甚至是對外的戰爭 例如朝鮮之意要去跟日本打仗 等等的時候 這個王朝呢 其實非常需要仰仗這些西南吐司 所控制的兵力 那麼比方說像是廣西有名的 超會打仗的這個狼兵啊 或者是同樣非常著名超級會打仗的 這個貴州水溪地區的這個水溪兵啊 都是明王朝特別愛征用的這個兵力 那當然啦 各位想如果他這麼會打仗的話 他來幫助王朝的時候 王朝當然很高興 但一旦他們反了 那這個問題可就大了 所以在這種複雜的中央跟吐司的關係當中呢 吐司跟反賊 其實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邊吧 是一而為二二而為一的 那麼如果吐司具有這樣的特性 那當然女主翻過來看 我就給他另外一個稱號 叫做女球 球長的球 好 那當然球長你看他叫球長 球長 球這個字本來就是頭 頭的意思了 頭目的意思了 是首領的意思 所以女球呢就是 就是女主 就是女性的女性的領導人 但問題是球這個字呢 我們知道 他在我們現代的語會裡面至少 也往往跟一些負面的 敵對的反抗的意思有聯想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說什麼匪球啦賊球啦等等 像我們小時候 不是各位的小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形容共匪是球啊等等 那麼這種的聯想 所以呢我把女球跟女主 放在同樣一個平台上面 我希望可以凸顯女主跟女球 事實上是一體兩面的這樣的一個 雙重的意義 在各種類型的文本裡面呢 這種女主的雙重性呢 它的雙面性呢 它的雙面性呢 也會不斷以各種各樣 或者明顯或者隱晦 或者變形或者演繹的方式呢 出現出現 那麼就表現成女主的一種多元的 或者是說多面的一個文學形象 好 那麼剛剛講那麼一大段 只是開場白而已 好 那麼下面呢我們就進行稍微 稍微比較具有文本性 也可以說會比較生動活潑的一些討論 首先呢我想 大家知道我是做明清文學的 首先我想要跨出我的這個 我的舒适區 跨出我比較熟悉的這個明清時期 我想要從當代的 民間宗教活動出發 去穿越一下 去造訪一下西元六世紀時期的 嶺南 那麼當然這個題目呢 我剛剛看到李貞德所長 真的出現了 讓我非常的那個 叫糊塑是不是 說不定待會兒這個部分呢 應該要請李所長來幫我講才是 但無論如何請大家先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個是民俗宗教活動的畫面 我當然是在網路上面找來的 在今天呢 嶺南地區呢 仍舊有所謂年曆 各位可以在那個字幕上面看到 年曆這樣的民間習俗 那麼在海南島呢 會叫做君坡節 又是地方叫做宮崎 那麼在嶺南 廣西啊這一帶 對不起 廣東的西邊這一帶呢 叫做年曆 那麼還有一些其他的地方 會有不同的稱呼 總而言之不管它叫做什麼 這一個民間習俗的起源呢 都是在崇拜 所謂嶺南聖母 那麼這種崇拜呢 後來呢就會連結 就會融合各種地方上面的 不一樣的信仰的元素 還有民間宗教 道教的一些科疑 最後呢就形成了一個 其實相當複雜完整 而且非常非常盛大的年曆的習俗 如果我們看現在的報道的話 那麼當代的這個年曆的民俗的形式呢 是包含這祭祀 這個祭祀就不只是 對領南聖母的祭祀 各位可以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神奇 包含這祭祀 包含著這個神像的巡遊 包含人民的宴會 以及各式各樣的娛樂活動 那麼這中間還有一些 在我們外人看起來 非常神秘的儀式 例如各位看下面的這張圖啊 這個叫做穿杖 就是在一種進入trans的狀態之下呢 可以用一根或細 這個還算細的 更粗的 而且很長的一根帳呢 穿過不只一個人的臉頰 這種讓我們看起來覺得很神秘 很驚人的活動 也是這個年曆活動當中的 這個重要的部分 那麼這個祭祀的祭祀 他所崇拜的這個領南聖母呢 也就是我們其實 算是耳熟能詳的一個人物 叫做顯夫人 那麼顯夫人廟呢 其實在廣東 廣西 海南島 還有所有這個南方移民所到的地方 例如新加坡 馬來西亞 泰國等等地方呢 都是存在的 好 那麼我們就來看一下 显夫人这个人物 那么如果我说错了 请理所长随时指证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两幅表现显夫人的图像 左边的这一幅呢 突出非常明确 这个是康熙33年 1694年所堪科的 南陵无双谱里面的 一个秀像的版画 右边的呢 则是当代岭南地区 很抱歉我没有去仔细的查考 某一个地方所塑造出来的 显夫人的一个塑像 那么无疑的这两者呢 都带给我们一种勇武的感觉 是吧 有一种勇武的气象 当然我不是研究图像的 但是我们仍就可以用一个 外行人的眼光呢 稍微的来看 粗略的分析一下 这个两个图像的 在视觉上面的特点 在左边的这个 无双谱的图像里面呢 这个显夫人 她在袍子里面穿戴了铠甲 她呢 携带了非常长的长枪 另外呢 还有配件 那我们当然也 不会不注意到 她的脸的姿势 对不对 她是昂首向上直视的 那么她的眉目呢 有点纠结 非常集中在脸的中央 这种集中感呢 会造成一种 其实是给观众造成一种 一种视觉上面的压力 让我们看到她的气势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姿态呢 跟我们更常见到的那些 古典的侍女图的那种 低头戀眉 微笑的那样的形象呢 是被盗而持的 那么这绝对是一个 女英雄的一个形象 但是即使如此呢 我们还是在这个版画里面 看到一些柔美的 柔美的增添的这个形象 例如说 她的头上 还是有增添美感的一些头饰 那么我也觉得 她的脸型呢 还是比较符合今天王美的标准的 是吧 没有批过 那么但是呢 右边的这个当代的塑像 就不一样了 这个当代的塑像呢 它更加地去强调 显夫人脸部具有一种 非常刚硬的线条 那么是凹凸非常明显的 有一种外国人的感觉 那么她有 基本上是国字脸 那她有非常大的骨架 她有很明显的信征 各位可以看到她的胸部的表现 这个我们记下来 因为待会儿 待会儿我们会看到一个相关的文字的记录 那么她采取的坐姿呢 所呈现的呢 不只是一个将军的威武 更是一个领导人的一种权力感 那我想这是这个塑像想要达成的一个效果 那我觉得算是成功的 好 那么我们看到的图像的表现是这样 那么这个历史材料里面 对于显夫人这个人是怎么记录的呢 那么当然显夫人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历史人物啊 那么在六世纪的时候呢 由南朝的这个梁朝跟陈朝要慢慢过渡到统一南北的这个隋朝的这个阶段呢 在所谓高梁郡的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的广东一带呢 出现了一个女性领导人 她呢 历经三朝的统 历经了三朝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梁朝陈朝一直到隋朝 中原的政权 中原跟南朝的政权变了这么多了 可是呢 显夫人她始终安稳地坐在她的宝座上面 她稳定统治着陈南地区 你可以说她是一个土球 你也可以说她是一个女主 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后世我们却 却是把她叫做贤 夫人 我们仍旧用夫人这样的一个称号呢 去强调她作为一个有丈夫的女人这样的一个归属性 那么有关贤夫人的记载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我在这边首先列出来的是这个唐朝所编撰的隋书里面 烈雨传里面就有这个乔国夫人 乔国夫人就是她的封号 显夫人是乔国夫人 那么同样是唐代编撰的这个北史的烈雨传里面呢 也有乔国夫人显世传 那么到了宋朝所编的这个资质通鉴呢 不管是在梁记也好 在成记也好 在隋记也好 也都有关于显夫人的记载 所以她其实是经常出现的 不是一个边缘性的人物 那么如果我们去汇集这些史料的话 大致可以知道呢 这个显夫人的她的家族呢 其实世代本来就是南越地区的首领 这个南越呢指的是广东地区的百越 那么后来呢就会发展出 我们现在知道的像是黎族啦 瑶族啦 奢族啦 这些民族 那么根据这些史料的话呢 我们会知道 史料告诉我们 这个显夫人呢 她是一个早会的人 她从小呢就展现了 跟我以前习惯的才女不一样 以前我习惯的才女就是从小就知书世智啊 就很有很有这个很有文艺的才能 可是显夫人不是啊 显夫人呢 她是自幼就展现了行政跟军事的领导能力 所以说她又嫌民多谋略 而且呢她可以抚循不重 可以行军用事 压伏诸越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这个女人呢 这个女人呢她可以让她周边的海南丹尔都归顺于她的统治之下 在南朝的这个梁朝的时候呢 她结婚了 她的结婚的对象呢 是高梁太守冯宝 这个冯宝呢 其实是北方人 从北方来的 她呢原来是北燕的皇族的后代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了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 他们应该也就是不同的民族 这个冯宝的父亲叫做冯荣 这个冯荣呢原来就是梁朝的罗州刺史 这个罗州呢也是在广东地区 这个冯荣呢 我觉得她是相当有政治的眼光的 她看上了这个当地的险家的小姐 然后呢就撮合了 让这个险家的小姐呢 跟她的儿子冯宝结婚 我们其实很容易看出这桩婚姻里面呢 她是一个政治理念 创造了非常大的政治的利益 至少呢在这个随书里面 就讲得很清楚 请各位看这个slide的中间 她就说这个冯荣呢 就是这个爸爸呢 是北燕的苗义 她到了南方来对她来说 这个叫做他乡基礼 所以会怎么样 她是官可是有人听她的吗 没人要听她的 她是一个外来分子 是外来政权 所以号令不行 但是呢 这个冯宝呢 跟这个险家的小姐结婚了之后呢 这个险妇人就发挥了强大的力量 她借约本宗 叫她的这个族群的人呢 要听话 而且呢 始从民理 那这个民理呢 应该指的是汉家的 或者我们可以说是 这个甚至是儒家的 各种的礼俗习惯 所以有了险 险妇人这个冯氏呢 他们才可以稳定地方 这个巩固这个王朝的统治 所以呢 这桩政治联姻呢 可以说明了王朝的官员 跟地方势力的一个结合 那么根据随书的记载呢 在南朝的梁朝 陈朝转换之间呢 这个险妇人呢 也有一些政治上面的决定 她一开始呢 先是阻止了她的丈夫冯宝 去介入侯景之乱 那你不介入乱世 其实是保全了自己 然后呢 她又会演示英雄 看中了陈霸仙 认为陈霸仙 是可以真的成就霸业的 所以呢 她就做了一个决定要归附陈朝 那么这个决定呢 也让她所统治的这个岭南地区呢 就没有遭受更大的这个战争的残害 所谓的庶州艳燃 就是人民依旧可以安居乐业 安然无恙 那么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 这个我当然就是参考历史学家的研究 那么在梁臣之间呢 本来就是这个北方南下的这些士族 他们所谓的侨人政权 慢慢的要被南方 男人给取代的一个转变的时期 也就是说 从北方南渡来的这些汉人呢 他们在移民到了南方之后呢 本来是一直保有着本籍的认同 并且可以希望 希望可以维持 他们这个中原士族的一个优越的 优越不只是优越感 而且是优越的权利的 但是呢 最终他们仍旧会融入这个南方的社会 而同一个时期呢 本来就在南方的这些所谓的土著 蛮族 也就是像险夫人的族群这样的 这个民族呢 他们呢 就越来越有突出的表现 那么我们在险夫人的身上 就看到很明显的例子 因为陈朝的这个陈霸仙的霸业呢 如果没有领南的险夫人的势力的辅助呢 可能也未必能够成就 那么到了这个陈朝也亡的时候呢 那就更有趣了 这个时候呢 请各位看这个slide的第一行 这个时候呢 领南未有所富 领南地区呢 还不知道 他们要去支持哪一个政权 这个时候这地方的人怎么办呢 他们真正 真正拥护的统治者 真正的贡主 其实是险夫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树郡是供奉夫人 好为圣母 保静安民 这个保静安民都让我们想到 是神一般的地位了 而这个险夫人呢 在这个确认陈朝 真的已经亡了 你不用再去帮忙他了 以后呢他就又做了一个政治决定 他归附给隋朝 那么隋朝是怎么样说服险夫人 说不要再对陈朝 不需要再对他们报希望了 来归附隋朝呢 那如果根据隋书的记载呢 是这样的 当年呢 险夫人呢 在向陈朝去表示归附 忠顺之义的时候呢 他曾经上了一个贡品 这个贡品呢 叫做福南西藏 用犀牛角做的手杖 那么福南呢 就是今天东南亚的 湄公河三角洲一带 那么西藏呢 是犀牛角制作的 一个珍贵的贡品 那么 这个福南西藏呢 在陈朝亡了的时候呢 就落到了隋朝的统治者的手里 这个时候呢 阳广 当然是后来的隋阳帝啦 这个时候还不是皇帝 他只是晋王 这个杨广呢 就逼迫了陈后主呢 写了一封信给险夫人 要求他规划给这个新的隋朝 拿什么当证据 那个时候比较讲求信物啊 就拿了这个福南西藏 当做一个证明 那么险夫人看到他自己原先 他自己上贡的这个西藏呢 他就明白 OK 我必须要承认 陈王了 隋心了 我必须要做 有政治智慧 一附新的朝廷 那么是已经不可挽回了 所以呢 这个隋书就记载说呢 他率领了数千个首领呢 先做足了戏哦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performance 去展现他作为一个 曾经依附于陈朝的一个领导人的一个气质 他率领了几千个首领呢 近日痛哭 戏演完了之后呢 才归顺隋朝 那么这个西藏呢 就是作为这样一个政治决定背后的 一个高度 具有高度象征性的一个物品 那么这个我们西藏 这个问题我们之后还会再谈 那么不但如此 这个险夫人呢 还曾经亲自出兵帮助水朝呢 平定一些地方上面的叛乱 那么文字的记载 是这样来描述他的形象的 说夫人呢 轻披甲 承戒马 张锦散 礼购记 很短的几个句子呢 其实形象却非常的鲜明 他用这样的形象呢 去巡抚他所统治的这些周线 那么这个历史记载里面的这个 这个险妇人出巡的这个装束呢 是一方面展现一个女将的风范 一方面更要强调他代表中央的一个正统性 但是当然凡事都有两面 这个形象反过来看呢 正是向中央在炫耀他在地方上面所拥有的兵力 以及他的政治的这个权威 那这个炫耀应该是很成功的 因为这个隋高祖马上就追封他这个 已经死掉的丈夫冯宝为乔国公 那么显夫人呢就成为了乔国夫人 那么也请各位把这个形象啊 就是这个青匹甲成剑马张锦散礼购记这个形象呢 记在脑海里面 因为待会呢我们有可能会与他重逢 那么这个历史上面说呢 这个显夫人呢 她把我们不是说她历经三朝嘛 她就把梁朝 臣朝 随朝 给她的那些封赏的物品呢 分开来藏在三个箱子里面 每一年呢 她都要定时地把这三个箱子拿出来展示一下 然后呢告诉她的子孙说 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 请各位看那slide中间 今天呢你看 所有这些皇帝赏赐给我的东西都在 这个就是我忠孝之报言 你们以后都要好好的想想 我是怎么做的要照着做 这个到了宋朝的自治通见的时候 这句话呢还在 可是有了小小的修改 变成了我是三代主 本来是唯用一好心 到了自治通见变成了唯用一中顺之心 那当然这个一个字词之差 我觉得其实是胜过万语千言 从好心变成中顺之心 这样的一个变化 其实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的 但我们暂且不说 总之不论是哪一个版本的 这个显夫人的话都表达的是一种效忠中央政权 而非一家一性的一个信念 那么为什么要如此 是因为它可以保全并且发展它真正统治的这个地方 所以呢这个话背后的政治的策略性 其实是高过所谓忠孝或者是忠孙的这个道德性的 那么在流传后世的这个叙述里面呢 这就是显夫人作为一个岭南女主 或者是岭南共主的一个最高的原则 那当然有关显夫人的研究其实是很多的 我其实完全不是专家 那我自己认为近年我们可以关注的一本书 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的是一位 应该是青年学者所写的一本书叫做 一神一祖越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 那么作者呢叫做贺喜 他在书里面说呢 这个显夫人在广东的西南一带 受到了广泛的崇拜 那么在这个魏征去编这个随书的时候呢 就刻意创造出一个完全想要汉化 想要像化于中央王朝的一个显夫人的形象 那么这是一个唐代的怀柔蛮夷政策的一个反应 换句话说在魏征的时代 他需要这个怀柔蛮夷 那么显夫人呢就是一个最好的 这个地方首长土球忠诚的一个代表 是可以作为政治宣传使用的 而在宋代以后呢 这个他就变成一个地方跟中央王朝关系的一个符号 他变成既是地方的领袖 又是一个归附的象征 而到了明代以后呢 显夫人的信仰呢流步得更广 变成一个关键期 那么贺喜认为呢 这个在明朝的这个成化年间 也就是15世纪的下半叶以后呢 在西南地区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动乱 而就在这一个时候呢 显夫人的信仰又被不同的人去重新的去重视 重新的赋予他新的意义 那么官方的叙事呢会特别的强调 这个国家要对这些边缘地区呢 进行文教去提倡一个蛮夷规划的一个政策 那么显夫人在早期的叙事里面 他所扮演的那种很强的那种中介者 保护地方的那个角色呢 就反而被似乎冲淡了一些 那么我觉得这个贺喜的看法呢 其实当然是具有史学的意义 但是也非常适合让我们借来解读 明清时期有关显夫人的一些文学文本 那么也可以引申出来让我们来解读 有关于西南女吐司的一些文本 那么明清以来呢 这个显夫人的文化呢 其实在民间传说还有文学作品里面 都是曾经发酵过的 例如我举了一个比较耸动的例子 第一件耸动的事情出来了 那么就是在康熙雍正年间 有一个叫做范端昂的人 写了一本书叫做《月中见闻》 这个其实范端昂自己就是广东人 他提到显夫人的时候 他是这么描写的 说显夫人呢 身长七尺兼三人之力 而且两乳长二尺鱼 夏天热的时候如果远行呢 他因为这个乳房真的太不方便了 他必须把两个乳房呢 就是往后甩到肩膀上面 才方便行动 有这样的一个说 那么我想这个当然可能是代表了广东民间 对于显夫人形象的某一种想象 各位还记得吗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当代的 那个显夫人的塑像的时候 我也说其实他相当强调这个 乳房发达的一个显夫人 那个跟那个清朝的那种版画里面的 那个没有身材的显夫人 有相当的差别 那么所以这个乳房呢 各位知道它本来就有代表了一种原始啊 母性生命力啊等等的意思嘛 所以这个形象呢 其实也是很有 我们可以做文学解读发展的空间 那么不只是范端 另外一个广东人叫做曲大军 他当然很有名 他的广东新鱼里面呢 也描述了显夫人 也有类似的说法 就是两辱二尺鱼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当然我们往往会认为啊 都是这个外地人会用一个 自我中心的一个视角 对于他者的自然啦 风土啊 历史啊 人文啦 习俗啦 来进行观察 描述 理解 判断 诠释等等 那么也因此呢 常常会出现很多的偏见 或者是扭曲 不过刚才我们说到 这个不管是范端昂也好 或者是这个曲大军也好 其实他们都是广东人 那么他们笔下所记录的这个 显夫人的形象 他们对显夫人的这个观看 跟解释 或许就不能够单纯的用一个外地人 来解释 那么他们很可能是真的 听闻了广东当地的传说 但是当他们用在笔下重新去续写这个形象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更多地受到了 这个广东的多民族地区 汉人跟这个非汉人文化之间交错而产生的 一些特殊线上的一些影响 这个或许也是我们可以再去思考的 那么同样是文人用了不同的类型的作品来表现的时候 顶上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我想要举的一个例子呢 是明末清初的重要的文人吴伟业 那么他有 他写了一处杂剧呢 叫做林春阁 这可能是最早以显夫人为主角的一个戏剧作品 那么林春阁呢 其实不是显夫人的家 林春阁其实反而是那个陈后主的家 那么这个戏呢 写的就是显夫人跟陈后主 或者应该是说陈后主身边的那个美丽的张丽华之间的故事 那么当然学者呢 早就已经指出来说 这个吴伟业呢 他写显夫人不是真的要写显夫人 他是要用这个写南朝陈后主王国这件事情呢 他其实是要向南明之王 南明的王国来致哀的 所以这寄托的其实是吴伟业自己的一个新王之感 那么像是日本的学者清穆正儿呢 他在中国进士戏曲史里面呢 也就直接地指出来说 林春阁呢是吴伟业的枯明王之作 他是用陈后主呢 来比这个南明的福王 那么或许正是因为这出戏背后 他的那个这个作者 他的用意呢太过太过明白了吧 通常文学的表现 如果太过明白的话 就没有办法是好的文学啦 所以呢 这个这出戏的剧情呢 真的是非常的单调 非常的无聊 我是虽然很短 但我花了三个晚上才 才勉强把它读完 因为真的是不好看 那么这个戏呢写这个 显夫人呢 他看不惯这个 这个陈朝 国王这个皇帝也不好 大臣也不好 全部无能 所以呢 他在进京去朝见了陈后主以后呢 他唯一能够交心的对象呢 就是陈后主身边的这个贵妃张丽华 这两个女人呢交换了对于国家将王的这个 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保家卫国的意见 那么当然我们对于张丽华的理解 我们对于张丽华的理解呢 一般来说是受到这个证实的影响嘛 陈书里面呢是形容张丽华是多么的美貌啊 法长七尺啊 这个就不是五长二尺啊 他法长七尺 光可见人 同样也是个生命力的表征哦 像我们这种就是属于 没有生命力的女人 长头发而且非常黑 这才是那个生命力的表征 张丽华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呢 对于张丽华都有一个偏见 因为我们都只记得陈后主把张丽华呢 抱在这个膝盖 膝上 抱在腿上 一起披公文 这个呢 就给了张丽华这个永远没有办法磨灭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形象 更何况呢 真的很不幸 他被这个肚盖呢 在伯秦怀的诗里面呢 就等于就是把陈朝的这个亡国就甩锅给张丽华了嘛 若不是为了替张丽华创作这个玉树后庭花又哪会亡国呢 这是一个标准的甩锅给女人的一个历史的判断 但是呢吴伟燕他不是这样发挥的 吴伟燕呢他拒绝了这一个大家接受的一个历史的评断 他反而把张丽华呢写成一个忧国忧民的 有见识的有远见的一个女性的政治人物 而他跟呢这来自南方的这个显夫人呢 对于国家的情绪有一个共同的理解跟关怀 他们有共同的政治意见 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个女性政治人物的一个同盟的关系 听起来很有趣 但是因为戏实在写得不好 所以就还不如我讲的有趣 那么到了这个中国的近代的戏曲理论家吴梅呢 他就指出说这个凌春阁的里面写的这个显夫人这个角色呢 其实是为了写万民的女英雄秦良玉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凌春阁的第一折里面是怎么写的 那么第一折里面就讲这个显夫人呢 他自报家门呢 说自己呢是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呢 巡视诸边 那么各路诸侯 外邦军长都要来朝贡哦 但是他们都要先经过我 是要听吴将令 那么在这样说了之后呢 果然呢就有岭南的各族 岭北的各族 各州的刺史都来觐见 那么自己国家的人觐见也就罢了 还来了好多的外国人 没有出现在这吗 有 好 来了好多的外国人 有谁呀 有缅甸国 有湖南国 有真辣国 所有的史诚都来了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显夫人就唱了 她说 你今夜文书字样先 五夜波玄与便连 赤字沙嘴脸波思眼 书花布江头禅 五四二线把环川 我吃了一碗冰榔面 那这个描述里面我看到 她讲到在 其实自己根本就不是汉人的 显夫人的眼中 这些外国人呢 不管是文字也好 语言也好 动作也好 外貌也好 这个衣着也好 还有饮食也好 都跟咱们不一样 那所有的这些 其实都是一个文化上面的符马 都是一个cultural marker 就是说他们是 就是外人的意思 跟我们不一样的意思 那么除了外国人 接下来呢 这个戏曲又讲说 还有谁也来了呢 还有 这太有意思了 就说 罗罗等处宣卫斯 木瓜格老等处 军长官 也来觐见了 这些所谓的 罗罗 木瓜 格老 其实是原明清以后的 那个西南的 那些民族的称呼 而宣卫斯 军长官等等 自然是原明清以后的 当地的这个吐司政府的称呼 所以这里列举的 全部都是明代的 西南的各地吐司 以及吐司府的设置 那么这个剧里面 这个显夫人呢 他就责备这些吐司呢 你们不可以这样经常的叛变 当然因为明代 真的苦于吐司的叛变 那么这个 显夫人呢 他就这么唱说 你那边呢 你就交点供品嘛 你就上点银子嘛 上点布匹嘛 我这边呢 会赏给你更高级的布 我警断 你送的是书花布 我给你的是警断 这样的话 我们两边就会很高兴 大家都高兴 那么你就依照 你以前进贡的 那个表单给我就行了 那我就不会给你们很重的这个 这个谣逸了 就等于说是用钱来赎罪的意思 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剧里面的这个显夫人的唱词 他表现的其实是一个 第一是一个明代的对外关系 有缅甸国啊 真辣国啊等等 而绝对不是历史上的显夫人的时代 所面对的外国的关系 那么由此可知呢 吴伟业他真的亦不是在表现历史上面的那个显夫人 他是看到了晚明的秦良玉跟六世纪的那个显夫人之间 具有某一种可比性 那么这个可比性呢 就在于他们虽然时间的差距很大 但是都具有男方女主的身份 而他们的中或者是盼 其实具有影响中央王朝命脉的一个能量 只不过呢 因为这个剧作本身的时代意义呢 所以吴伟业强调显夫人 也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秦良玉 对于王朝的中意 他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吴伟业这样的一个心意太过明确了 所以呢 他自然就会忽略历史上的那个显夫人 他的那些好几次不一样的政治选择 背后那个维护岭南地区 以及岭南诸民族的那个意义 同时呢 他也必然忽略了秦良玉本人 作为一个非汉民族族群的 与性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那么在这个文本里面 虽然很短却有很清楚的一个表现 好 那么吴伟业的这个杂句 林春阁呢 用显夫人来影射秦良玉 这个设计呢 其实就影响 就引领我去联想后世那些记录 更为完整形象 也更为鲜明的那些西南女图斯 那么下面呢 我会用两个例子来说明 女主叙事的历史跟文学的形象 以及所谓这个periphery 就是边缘或是周边 还有外围的这些关键性 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好 好 那么前面我提过这个 李南的显夫人的浮南西藏呢 再换一个 象征的是 浮南西藏呢 象征了一种政治的权利 那么这个权利呢 既是来自于中央王朝 所赋予他的政治权利 也是中央跟边缘的一个 政治协商的结果的一个表征 那么有一些可以类比的情况呢 也在西南地区发生的 那么这里所谓的西南地区呢 大致包括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云南啦 贵州啦 广西啦 四川啦 等等地方 也包括广东的一部分 甚至也有人会把西藏的一部分 也包括进来 那么这些地方呢 都汇集了 其实我声音很大 不用 都汇集了地理跟文化上面的这个边缘 政治权利 还有武力的威胁 还有抑郁的风情 还有各种相艳的 各种相艳的这个联想 各种的元素汇集的地方 所以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历史跟文化的意韵 而女性的统治呢 更是在西南的历史上面有很高的这个关键性 所以下面的讨论呢 我会就是离开岭南 来到这个西南 我会集中在西南地区的一些传奇性的女吐司 那么当然 不管是女主也好 女英雄也好 她们在富气社会里面是属于特例 所以先天上就会容易引起大家的注目 所以也容易成为文学发挥想象的主题 那么我扩得一下我之前在书里面的一段话 我现在自己读 那时候我都好聪明哦 为什么我会写这么可爱的话 现在就写不出来变笨了 我在书里面这么说的 他们进入了中国 这个他们就是这些女主啊 这些女吐司 她们进入了中国的正史与地方的历史记忆 更刺激了文人的品评与想象 成为笔记诗文与小说戏曲的题材 之所以如此 正是因为她们身上汇集了女性与异族的因素 又与中央政权发生矛盾和解认同等等关系 故而对中国的汉族文人而言 女吐司的事迹具体展现了中央与边缘 以及犯汉与非汉民族的多重关系 那么我大概就是从这个观点来进行下面的讨论 那前面我已经引述的那个黄开华呢 他对于明代吐司的研究呢 就曾经指出除了湖广吐司之外呢 西南各地的吐司呢 都非常常出现女性的图观 他呢引述了这个清代的毛麒麟在《蛮丝合制》里面的说法 怎么说的呢 就是大略诸蛮多女子为正 其席替多女土观 异于他族 就是说西南的这些吐司呢 常常有女土观的出现 跟别人都不一样 那举了一些例子 例如建昌府之府 诗客 武定之府 商圣 东川之府 圣谷 乌萨之府 诗谷 等等 这个是毛麒麟提出来的 这些都是洪武中 也就是明太祖时期的女土观 不过呢 在这个黄开华 他在这个是几年代啊 很久以前啊 五六零年代吧 当时呢 他从事这个吐司研究的时候呢 理所当然的 他所持的一个态度呢 是支持中央政府 对于西南的开发 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一定会支持 这种开发的大业 所以呢 他也更倾向肯定女土司 跟中央合作的作为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 再来重新审视 相关的材料的话 我们的视角 当然就会跟黄开华的视角呢 会不完全一样 那么首先呢 再请容我 引述一下我自己之前 写过的一篇小文章 不在这本书里面 这本 这篇小文章的题目叫做 女土司的贡物 也是属于比较耸动的题目 那么 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我 曾经叙述过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 那就是在元朝 元成宗五年 1301年的时候 在贵州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动乱 怎么来的呢 当时呢 有一个大臣叫做刘申 他向这个元成宗 敬言 就说 我们国家好久都没打仗了 你不嫌无聊吗 我们来打个仗吧 我们来进攻一下南边的这个八百席复国 好吗 这个八百席复国呢 在今天的泰国 缅甸一带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证明我们大元朝 这个武功之胜了 于是呢 他就皇帝答应了 这个刘申呢 他就领兵去攻打八百席复国 可是这国家好远啊 战事非常的不顺利 他根本就还没到达八百席复国 就被困在半路上了 当他的大军到达了贵州的时候呢 就已经没有良想了 于是呢 就向当地的吐司呢 去征收庞大的军需 那么吐司呢 就不堪负荷了 就 他们就叛变了 叛变的人呢 主要是贵州的水东地区的吐司 这是一个男性 叫做宋龙记 然后呢 贵州的水溪地方的吐司呢 是一位女士 是一个女吐司 他叫做奢杰 他也响应了 那么宋龙记呢 跟奢杰的叛乱呢 得到了各地的 这个吐司的响应 在短短的时间呢 就动乱了天下 之后呢 云南的广西啊 都乱成了一团 全国震动 最后呢 这个 元成宗的迫于压力呢 就不再去打八百席复国了 然后还把这个刘身给杀了 以谢天下 那么 当然最后这个叛乱还是被平定了 贵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那不用说 这个男的吐司 宋龙记跟女的吐司呢 奢杰呢 也在城中七年 也就是 呃 一三 零三年 被处决了 那么这个奢杰呢 在当时叫做 一稀不靴宣卫斯 其实也就是后来 我们比较熟悉的 水稀吐司 在贵州 他是这个宣卫斯吐司 阿华的太太 但是这个阿华呢 在1297年呢 就挂掉了 于是呢 这个奢杰呢 就代替他的丈夫 成为了一稀不靴宣卫吐司的领导人 那么 顺便说一下 这个奢杰呢 我们如果看不同的史料的话呢 会用不同的汉字来写 有的地方呢 是写作奢杰 奢侈的奢 有些地方呢 是写作奢杰 Snake 那个 蛇属两端的那个奢 是有不同的写法 那这当然其实是因为 他是要翻译那个原来 他们的语言里面的那个 那个声音嘛 那么译法不同 用蛇杰 这个蛇呢 当然是有一个比较负面的 一个含义在里面 所以本来我很不喜欢 但后来我觉得 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蛇杰比蛇杰要酷多了 那么不管是在原始 或者是后来明代 有关贵州的笔记方志 等等的记录里面呢 这个刘申这个大臣呢 当然是被骂了 但是 蛇杰呢 他无疑的会以一个叛乱首领的角色而存在 他会出现在 比方说文人学者去检讨边疆政策的一些文章里面 但是蛇杰或者是蛇杰这样的一个反抗的首领呢 就很难变成文人的更具有审美性的这种引勇或者是感怀的一个对象 但是 如果到了当代中国的权势里面呢 就不一样了 完全不意外的 在现代呢 在当代呢 蛇杰呢 被表现成了一个 遗族的民族英雄 他被表现成一个带领遗族 也就是罗罗族 反抗元朝暴政的一个代表 如果我们看看这幅图 这个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去过 这个是在网络上面找来的图片 这个贵州呢 为他 当然是新建造了 一个坟墓叫做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的汉 这个中文字吧 列姬种 很明显这一个是一个衣冠种 是一个新造的 那旁边呢 有遗文 那么右边呢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悲记 就是在叙述这个 这个 奢结呢 作为一个 遗族的民族英雄的 世纪 那么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 即使不是在现代 就算是在元朝的当代 或者是明朝那个时代 对于水溪地方的罗罗族 遗族的人民来说 奢结这个女性的人物 她所引发的情感 肯定不会跟 元朝的政府 或者是明朝的政府 或者是代表 中央的原则的那些 文人学士的观感一样 她肯定带出来的是 另外的一番情感 那么 如果各位 曾经翻阅过我 那本 明清文学中的 西南叙事的话 或许也会记得 我曾经讨论过 明朝初年 有一个 贵州水溪地方的 女吐司 叫做舍香 她呢 曾经跟明太祖 有过一次 非常精彩的交手 我一直认为说 那其实是一个 国与国的政治协商 那么这场协商呢 保全了水溪 吐司自治 这样的一个故事 因为我在书里面 已经有比较完整的处理 而且故事也比较长 我就不要多说 但是呢 简单地讲 这个故事呢 当然在这个明史啊 什么都有记录的 但是最精彩的版本呢 是一个叫做 田汝成的人 他的一个叫做 《严教记文书》的 的书里面呢 对这个故事的书写了 是最完整 也最具有戏剧性的 这故事呢 简单地就是说呢 元朝末年呢 水溪吐司呢 一个男的 叫做矮翠 他呢 在明朝建立了以后呢 他就决定要归赴明朝 就被判了元了 那么他死了以后呢 是他的太太 叫做舍香来代替他 担任吐司的 那么各位应该要记得 这个矮翠呢 就是刚才 我们才碰面过的 那个舍姐的丈夫 叫做阿华 就是阿华跟这个矮翠呢 他们就是同族嘛 那么在这故事里面呢 太祖时期呢 派了一个姓马的都督呢 到贵州去 这个姓马的都督 他用非常严厉的方式 来治理贵州 而且他心中存了一个 我应该要改土归流 这样的一个 对他来说是理想 可是呢 又不能够随便就去 攻打人家 所以呢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呢 就去侮辱这个舍香 裸踏之 就是脱了舍香的衣服 鞭打他 因为这样的话 舍香本人 以及他所带领的 这个裸裸族呢 一定受不了的 一定就会叛变啊 一旦叛变呢 我大明的大军 就可以来把这个地方 就踏进了 从此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郡县化了 就可以直接统治 不再是间接统治了 结果呢 没想到这舍香呢 特别能够忍辱负重 他在遭受了 这样的耻辱之后呢 他竟然劝说 他的族人 暂时不要叛变 让他去找皇帝谈一谈 于是呢 故事是说 他就跑到了南京 面见了太祖 那么就跟太祖 做了这个交涉 太祖呢 就说 好吧那你不然你要怎么样 那么舍香就说 舍香就说 那个如果你替我杀了 这个马都督的话呢 以后我每一年都进贡 那么太祖就说 这不是本来就该做的事 这是不够的 那舍香非常聪明 他就问 他知道皇帝想要什么 他就说 那不然我帮你开路 开一条后来 非常有名的路 就是 大家都知道 龙场酒义嘛 就是那条路 就说 我帮你开路 让你可以到云南 那这正是太祖想要的 所以既有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他们双方呢 都有得 得到 双方也都有付出 那么明太祖要付出的 当然就是马嘟嘟的头 那么 这个舍香要付出的是 一些贡品 还有他的族人 罗罗族人的劳力 因为他们要去负责 开这个山路 那他们也都有所得到 明太祖得到了非常大 他得到了一条重要的山路 让他可以到达云南 而舍香以及他的族人呢 得到的是表面上皇帝的封赏 还有更重要的是 这个水溪地区的自治权 那么这一次协商的成果呢 当然云南是比较倒霉的 他们等于就是为此而牺牲了 但是呢 贵州跟明太祖之间的 这个政治协商呢 却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在这个 我之前的讨论里面呢 我提到这个田汝成的叙事呢 是突出了这个 非汉族的女性 遮相她的身体 因为一开始她的身体受入 在这个故事结尾的时候 她的身体受到了 皇帝所赐的各种 衣室的这种荣耀 给她外加了非常多 汉族的这个衣室 那么把一个具有陌生感 跟危险性的一个女吐司的身体呢 在得到了这个 中原的皇后的赏赐之后呢 被象征性的驯服了 但是我觉得 在我后来又做了 跟奢结相关的讨论之后呢 我发现我们更应该把 这个女吐司的继承 这个我们更应该把 奢相放在一个 女吐司的传承里面来理解 毕竟呢 这个罗罗族 遗族呢 是有自己的文字书写系统的 叫做遗文 那么作为这个 女吐司的奢相呢 我们很可以想象 她可以从口头上 也可能可以从文字上 去了解50年前的 这个奢结叛变的故事 那么或许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奢相这个女吐司呢 她的政治决定呢 其实受到了 他们祖先的人物奢结叛变 而失败的 失利的这一个教训 那么她所做的 这个新的政治的决定呢 是建立在一个历史知识 跟新的政治判断的这个基础下面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既然我认为 女吐司应该要视为一种传承来看 那我们就要看到更多的人物了 从奢结说到奢相 我们会注意到 从原末到明初的这两个水溪女吐司呢 都是继承了他们丈夫的职位 那就让我想到我们到现在 其实还没有说明一下 到底为什么这些西南与吐司可以继承职位 他们的承袭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要先引述一个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一个材料 那就是在元成宗五年 好巧哦 那不正是奢结叛变的那一年吗 好 在元成宗五年 也就是1301年 有一个名叫李金的官员呢 被元朝派到云南 不是贵州 派到云南去担任乌撒乌蒙道的宣卫副使 那这个叫做李金的人呢 他就到处去拜访明晴啊 就记录下他的见闻 他就详细描绘了云南的各种地理啊 民族啊 人文啊等等的特色 后来他就写成一本书 叫做云南制略 那么这本书呢 被称为是最早的一个云南的地方制 那么李金呢 在这本书里面就描写了罗罗族 也就是遗族头目的一个继承制度 那么请各位看这个slide的左边 这个女官条 后面的那段文字 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 这个罗罗族的 因为罗罗族不止在贵州啊 云南也有 他就说这个罗罗族呢 头目的大太太叫做奈德 一定要是这个奈德的孩子呢 才能够有继承权 如果是不是正妻的孩子 就没有继承权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倾向于母权的一个社会 对吧 那么如果呢 这个大老婆奈德没有孩子 或者是呢 他生了孩子 可是这个孩子呢 还没来得及娶太太就挂掉的话呢 那么就要去帮这个已经死掉的儿子 娶个太太 你就想这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帮一个已经死掉的儿子 娶个太太会有帮助呢 我们就往下看 他说 娶一个太太之后呢 诸人皆得乱 也就是说 他们族中的其他的男性 可以跟这个新取来的媳妇呢 发生关系 好 然后呢 为什么 这样才可以创造后裔啊 就可以 就创造出孩子来了 那么生了孩子之后呢 就把这个孩子呢 当作那个 已经死掉的那个 儿子的后代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对于 对于汉人的世界 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吧 这个是 这是母权的 而且这是群婚的一种制度 那么假设这个头母 酋长呢 死掉的时候呢 他没有 没有可见的这个继承人的话 没关系 他的妻子 他的女儿 都可以成为酋长 都可以承袭他的职位 下面他就说 这个时候呢 这些妇女 这个妇女不是一般的妇女 而指的就是这个继承了 职位的这个妻 或者是女 那么他们呢 旁边呢 就不用 不用这个女性的示纵了 他们要用一堆男人 来服侍他 而且 皆私之 这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他必须要创造 继承人 所以呢 虽然这个 原来的酋长已经死了 但重要的是 要透过这个 女性的领导人 来创造未来的继承人 那么 这一段描述呢 流传非常非常的广 就成为对于罗罗族移族的这个继承制度的一个权威性的记录 那么在明清时期呢 无一例外 所有的关于西南风俗的文字呢 都会引述这段话 那么 如果我们根据这段话来做判断的话 那么不管是这个 元朝的这个奢结 在阿化死后呢 可以继承水溪吐司的职位 或者是到了明朝初年的这个奢乡 他在矮脆死了以后 可以继承 女吐司的 可以继承吐司的职位呢 都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就是罗罗族的习俗 不过呢 其实这个云南智越里面的描述呢 还有一些不够精确的地方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明代的这个记录的话 就实际的情况来看 不只是妻子跟女儿可以继承 甚至 甚至这个 女儿也可以继承母亲的职位 不是只有继承父亲的职位而已 而且 更有趣的是 媳妇可以继承婆婆的职位 所以他的这个整个的继承制度呢 是非常具有这种 这个母系的 母系社会的一种特色的 那么如果说 继承制度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当然就难怪历史上 西南地区有这么多的女性的吐司了 那么这个现象呢 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例如到了康熙的贵州通志的第三十卷 叫做《吐司赋苗聊》里面呢 就特别有一个条目叫做《女官》 而且呢 这个方志的编转人呢 就说 罗罗以女官主是诸土府皆然 换句话说 这个就成为罗罗族的一个 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了 好那我们 OK 我们再看到当代的研究 这一位学者叫做宋恩常 他呢 在1960年到云南的永宁 去调查当地纳西族的这个母权制 那么他不只是做了田野调查 他也查阅了非常多的历史文献 于是他赫然发现 川滇前地区都盛行这个 就是母系社会母权制 那么他认为呢 是跟当地的这个群婚的习俗 也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一个女人不止一个丈夫 这样的习俗 那么他认为 这就是西南地区 女性吐司传统的一个社会的背景 那么这个我们暂且不说 重点是呢 这个宋先生呢 他就考察了 许多记载明代 正德以前的 这个西南吐司家谱的 一个东西叫做 吐司 对不起 吐关底部 那么他在读了这个 吐关底部以后 就发现在西元14到16世纪 也就是明朝的 洪武到正德年间呢 有出现了好多好多的女吐司 那么我就不念了 就是非常非常多 每一个地区都有 那么这些呢 都是遗族地区 那么吐关呢 常常由妇女来担任 那么这里所谓的吐关呢 有好多个层级 可以是吐之府 吐之州 或者是吐之县 是不一样的层级 但都有可能是女性 那最高呢 可能就可以到 所谓宣威斯的这个大吐司 然后这个宋先生呢 他又参考了这个 明史啦 明石录啊 这些史料 他就用地区去划分 就为我们整理出了 至少有数十个 明代的女吐关 那非常多 同样的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一一地念出来了 但是我就发现 当我们把这一系列的女吐关 全部列出来的时候 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早期的 特别是红武时期的女吐司呢 她们都是来进贡的 她们都是来上京朝贡的 她们都是来帮助明太祖 成就她的明朝的 这个广大的疆域的 那么到了中期呢 OK也还好 可是呢 到了红治时期开始呢 就出乱子了 例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被称为妖妇的女人 叫做妮卤 很精彩的故事 我们就不说了 总之呢 就出现了一些 给你找麻烦的女吐司 那么到了万历史 就更不得了了 这些所有的女吐司 全部都是troublemaker 不停地给明王朝 找麻烦 换句话说 明朝之王 到了明末 或者是青厨人来看的话 明朝之王 跟西南的女吐司 就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些女吐司呢 她们人很多 族凡不及被窄 她们未必都能够成为 文学表现的对象 但是她们确实是 在历史的舞台上面 是有角色的 例如像是商圣 她就是一个云南五定地方的女吐司 她跟奢乡一样 在很早的时候呢 就到明太祖那里去进贡了 而且我们注意到 红武皇帝曾经这么说 红武皇帝他在授予 这个武定军民府 女之府商圣的告命上面 他就说 我们的朝廷这个统治呢 是不管是远还是近 都是一样的 重点呢在于安民 所以呢 应该要符合当地的民情 去遵从当地的习俗 像你们这个贵州的前宗之地呀 你们这里的土官呢 本来就是世袭的嘛 而且呢 还常常有女人去继承丈夫的位置的 不过呢 看你们的人名好像也都OK吧 都很幸福 这些女土官的统治哦 好 那所以我也就承认了 好 那么这个五定地方的 这个某一个吐司呢 他的妻子呢 叫做商圣 我觉得这个描述真的挺有趣的 直虽柔熟 是个女人嘛 所以既然是女人 自然就是柔熟 但是呢 至上刚真 却是一个好的统治者 而且他万里来归 这是重点 他呢 来进贡 愿意 愿意臣服于我 大名 那么真的是应该要嘉奖他 所以呢 好 重点来了 跟奢相一样 我要赐给他衣冠 不但赐给他爵位 而且我要赐给他衣冠 让他呢 回到这个 五定地方去 辅明 而且要这个 尊我大名之生教 所以呢 这个太祖皇帝呢 就赐给这个商圣呢 这个明代的衣冠啦 还有好多漂亮的衣服 这个其实跟奢相得到的待遇 是一样的 它背后的意义 也是一样的 那么太祖的告命 传达的讯息 其实很清楚 他决定要尊重 西南地方人民的习俗 他承认他们的继承制度 他给了女吐司 这个所谓 继承的一个合法性 然后呢 他鼓励西南吐司来朝贡 他跟这个奢相的故事里面 一样用一个赏赐 官代的方式来象征 汉民族对于边疆 非汉民族的一个文明化的工作 不过呢 毕竟这个女人继承呢 不是一件那么普通的事情 所以呢 还是要一再地被确认了 所以我们发现 到了宣宗年间 到了这个宣德元年的时候呢 另外有一个 这个云南的吐司 顺州的吐司呢 死掉了之后没有儿子 当地的人民呢 就认为说 那我们就要拥戴 我们的这个 我们大家都喜欢的 这个吐司的太太 叫做官英明 我们要拥戴官英明 来当领导人 因为他处事公当 我们都非常幸福他 可是呢 当地的流官就有点意见 觉得这合适嘛 于是呢 就要请示中央 最后呢 皇帝的决定是这样的 他说 我们以蛮夷制蛮夷呢 当然就是要 同样的就是要 要用他们的制度 我们就 我们就 就让他们用他们的制度吧 而且呢 他们本来就是世袭的 就让他们世袭 好 这么看起来呢 这个 明宣宗呢 也是承认了 这个西南地区 传统的这个继承制度 也间接地承认了 这个女性 不但 不但这个 可以 可以有席职的合法性 而且 他也真正地 可以得到 人民的信任 这个是 明朝的皇帝承认的 好 那么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不管现代的学者 他们在扒书 明代的史料的时候呢 发现明代的女吐司 这么多 而且呢 都很有作为 但是呢 到了清代 因为改土归流的政策以后呢 吐司的势力 本来就是不如前代了 那么女吐司呢 也就没有那么突出 可是有趣的是 这个时候 清代的文人 他们对于女吐司 反而是更有兴趣的 他们呢 特别地受到那些 曾经影响历史发展的 女吐司的吸引 而且呢 清代文人呢 他们非常努力地 要用一个清王朝的观点 来为女吐司的工业呢 重新地去赋予一个意义 当然是符合 清代王朝利益的一种意义啦 那么 我在那个明清文学中的 《西南叙事》那本书里面呢 曾经指出说 清代的文人呢 习惯把像奢香这样的女吐司呢 放在一个儒家 跟国家的一个政教的体系里面来看 当时呢 我就引用了这一首诗 那我认为 即使是现在 没错 即使是现在 我还是要把这首诗再拿出来 它相当地具有代表性 这首诗的作者呢 是 叫做吴松良 他在 他在贵州当过之州 那么根据他的说法呢 就是奢香的后代呢 来找他商量说 我们希望给奢香重新立幕啊 什么的 你作为地方观 你是不是可以写点东西啊 于是呢 这个吴松良呢 就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这首诗很 其实是非常值得 仔细地念的 可以说这首诗呢 很大的一个成分是 吴松良以他一个代表中央的 代表王朝的一个官员的一个观点 来为奢香夫人呢 重新再写一次传记 所以从他一开始少年的时候结婚 然后上偶 然后呢 他必须要统领他的部众 可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他赋予奢香的意义 例如 请大家自行在这个文字里面寻找 例如他说这个奢香呢 他统领了四十八部九郡之兵 而且一日不弃就有编幻产生 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了 到底是奢香在控制不让编幻发生 还是奢香自己就是编幻呢 他非常有可能自己就是编幻不是吗 这里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个 一个曖昧性 但是呢 他给这个奢香的一个定位就是 他是一个恭敬的承受天子的 告命的人 但是呢 他却受到了不公义的对待 被这个马多多欺负 所以呢 让这个 你看他说赋争是一个命妇 因为他是朝廷所任命的人 这个命妇呢 居然呢 在公共场所受到了侮辱 但是他却誓死不负终朝之恩 他仍旧抱存着一个 刚才我们看到的 显夫人也曾经有过的 所谓终顺之心 于是呢 他们有这样的计谋 去见皇帝 所以感动了皇帝 最后呢 就达到了 他想要的结果 诸除了这个欺负他的 这个马多多 但是呢 他也呢 产掉千山万水呢 变成平地 为明太祖开了路 等等的 那么这个农场酒义呢 就变成明代的 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 那么 他给奢香的 一个 一个盖棺论定就是说 他 真可贤家中报国 子孙适事成恩泽 那么 他被皇家四姓为安 从此以后 他的这个王国呢 就是稳固的 完全可以看到这个背后 一个代表中央 中央文豪 跟地方都同时需要 稳定统治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 更重要的事情 大家看我有话底线的 那两句 这吴松良说 我们看奢香夫人呢 不要只看他 我们要看看他的前前后后 乔国前有冯夫人 石柱后有秦将军 那当然这冯夫人 其实是显夫人啦 因为冯夫人的丈夫姓冯 那么秦将军呢 就是四川的十柱女吐司 秦良玉 换句话说 这个清代的作者呢 他把奢香呢 放在了一个 理想的女吐司的戏谱当中 为什么叫做 理想的女吐司呢 那正就是我刚才 不断重复的 在这个清代文人的观点里面 他是要突出 在这个边疆担任 同志者女性领导人的 这些女吐司呢 他们有一个很长的传承 是可以跟中央合作 同时巩固中央 以及地方的这个同志的 他们都符合了这些 清代的官员 文人所设定的 又是地方女主 又是朝廷忠臣的 这样的一个 符合国家利益的 理想的南方女主的 一个谱系 那么当然 这样子的一个 诠释的方式 到了当代可谓 发展到顶峰 那么如果各位看 我的书的话 就会知道 奢香这个形象呢 他在当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会被诠释成一个 促进民族和谐 还有多元一统的 一个民族英雄 这个民族英雄 不是遗族的民族英雄 不是像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奢结 奢结他只能够作为 遗族的民族英雄 而奢香呢 在当代的 权势里面 他就会被 权势成一个 多族 所有民族的 民族英雄了 因为他创造了 民族共同的 这个和谐 那么这种权势呢 就是从 清代以来 一贯发展的 这个权势法的 一个 就是发展到 顶峰的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了 好 但是 这样的一个权势法 岂不是有一点无聊吗 我们 不妨 再去看看 另外一条 另外一条线 除了这个被刻意建构的 中央跟地方的 女主呢 共谋 或者说 合而为一的这个 理想的谱系之外呢 其实呢 还有一条 充满着暴力 跟冲突 抵抗 威胁 还有颠覆的一个 杂音的一个路线 刚才我们就已经讲过了 奢结的故事 那么 在明代呢 其实有更多的女吐司呢 曾经发动 或者是卷入 各式各样的政治斗争 还有战争里面 她们的故事呢 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所以在这个历史的场子上面 这些 这些 男方女主啊 她们真的是女主角 她们的场子非常非常的热闹 只是说 她们呢 很难成为汉族文人 正面描写的题材 原因当然不难理解啦 然而 这些南方 西南地方的这些国中之国呢 她们对于这个中央政府呢 中央的政权呢 具有一个潜在的威胁 这是不会变的 而女吐司呢 因为她的性别的角色呢 更多了一层所谓的 阴性力量 这样的隐喻性 而这个阴性力量 隐喻性呢 就往往会变成文学表现的一个重点 那么在不管是文字或者是图像里面呢 都有很多对于这个所谓阴性力量的表现 那么 这也就是 我一开头所讲到的 我把女主跟女球的形象呢 是交错并且交叠的 一起看待的 那么对于我们当代的读者 或者是观众来说呢 这个女球的形象呢 或许也会让人想要一探究竟 那么我大概还剩下 可以给我20分钟时间 可以吗 好 抱歉 我就是 通常很难控制自己 就是会不留给大家讨论的时间 真的非常抱歉 那么 这个影响晚明历史呢 最大的一个西南的动乱呢 小时候我们课本上也学过 叫做奢安之乱 这个动乱呢 从万历末年 萌芽的 但是一路延伸到天启 最后在崇祯元年才结束 这个动乱呢 其实牵涉了贵州的好几个吐司 一个是 对不起 贵州的吐司安邦燕 还有四川的吐司奢崇明 还有贵州的水溪的吐司安卫等等人 他们联合起来跟明朝进行抗争 但是这场斑乱的背后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人物 她是一个女人 她就是奢崇明的妹妹 同时呢 也是安卫的母亲 叫做奢舍辉 我们的课本上就不会写她了 但是其实她是一个背后的重要的推手 这个 她为什么是可以当女吐司呢 就是因为她的丈夫呢 这个安瑶成死掉了 而她的儿子安卫呢 虽然继承了职位 但是还年轻 所以呢 这个奢舍辉呢 就一把 就像慈禧太后一把 就把这个权力抓过来了 由她来管 所以她其实才是 这个奢安之乱的核心人物 如果我们看的是 像是明史记事本末啊 这样的这种很正经的 这个历史材料的话呢 那就不太看得到奢舍辉的位置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些 稍带有一点这种野史趣味的材料 比方像什么明记水溪济略啊 这些东西的话 或者是一些比较私人性的历史书写的话 你就会看到奢舍辉的身影 就是不断的转册期间 例如我们看这段记录 她就会说 这个奢舍辉呢 她呢是善私事 自己去专权的 或者是呢 是她受到了这个 受到了这个安邦燕的教所 你看说教所 于是呢 就决定要来 要来这个发起战争的等等 奢舍辉 由这短短的这个 几个字呢 我们就看到奢舍辉在这场战争里面 她的这个关键性 实在是越染而出的 那么奢舍辉这样的人物呢 在康前年间的一个文人 叫做董荣 她所创作的 《知刊记》里面呢 又出现了 只不过呢 在《知刊记》这个剧本里面呢 奢舍辉 她并不是一个情节上面的人物 而是一个被讨论的人物 因为这个剧本真正的主角呢 其实是秦良玉 是一个忠于王朝的吐司秦良玉 那么这个《知刊记》呢 她就是要以一个忠心的 忠于明王朝的女吐司秦良玉 她的英雄 她的忠义 去反衬明末的男性的 政治的腐败无能 而这个奢舍辉呢 在这个剧本的议论里面出现 但有趣的是 这个董荣啊 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她一方面呢 又要用这个秦良玉 跟沈云英这样的女性人物呢 来代表一个 所谓的正面的 对她来说叫做阳性的力量 这个阳性不是生理上面的男女 那个阳性 而是所谓的纯阳之气 那种正面的力量 她一方面呢 又要突出一些负面的女性人物 并且说这个就是 明末的 黑暗的 腐败的 阴性的力量的代表 那这些女性的人物呢 就包括宫廷里面的什么客室啦 什么 还有这个刘寇的这个领导人 像是这个什么红娘子啦等等 大家应该不知道 刘寇也有女的领导人 但是其实是很重要的 像什么红娘子就是很有名的 那么这个奢社会呢 也是其中一个被提到的人物 换句话说 在这个支刊记里面呢 像奢社会这样的人呢 就是被赋予了一个黑暗力量的 一个隐喻性的一个角色 那么 我们由此其实就可以看到 对于明末清初的这些文人来说 西南与吐司在历史上面 能够发挥的影响力 其实是很清楚的 那么在这个奢案之乱之前呢 其实 同一个地区 也有一场 闹了二三十年之久的一场内乱 只是说这场内乱比较局限于吐司内部 所以没有对全国性发生影响 但是呢 它却 因为情节实在太精彩了 比小说还要精彩 所以我想稍微提一下 这个叫做呢 它没有一个名称 它就是吐司内部呢 为了争夺继承权而引起的一场政治斗争 这个里面呢两个争取吐司继承权的人呢 一个叫做吐司统 一个叫做吐司续 这都不是他们的本名 不然的话就不会这么巧 名字这么像 这是他们后来被赋予的名字 他们两个人呢 其实是一个吐司的两个太太 这两个太太呢 他们要争取这个吐司地区的继承权 于是呢 就在长达二三十年之中呢 不断地发起各样的战争 总之呢 就是闹得不可开交 而这个中央朝廷呢 怎么对付他们呢 那真是太有趣了 中央朝廷的态度呢 最后就是说 你们别闹了 你也当官 你也当官 大家都好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就可见这个中央朝廷 其实真的是拿这些西南吐司 没办法 当然最后这个乱子还是被评定了 这个事件呢 我们可以在一本叫做万利五公路的书里面呢 看到一些细节 这个万利五公路 虽然是叫做万利五公路 他讲的是万利时期呢 怎么评定这个国家 所有地方 所有的社会阶层 所有的职业 还有各式各样的民族的各种动乱 但是他描写的主要的人物 所谓传主 如果有传主的话 传主不是那些去平乱的官员 而是那些发起动乱的人物 有的是大人物 有的是小人物 所以这个书我真的觉得非常有意思 那么这两个女性的女主 这两个女主呢 就成为万利五公路里面 被续写的 能够发起动乱 影响王朝的重要的人物了 从这些例子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 女性呢 女主呢 影响 国家大局的实力呢 是被男性的文人看到的 那么你就要问说 男性的文人 他们如果不是只在书上看到 这些女主 而是真的碰见了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的感想如何 那我们可以小小的看 一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这个是明代的例子 有一个叫做顾启伦的人呢 他曾经呢 在西南地方当过官 他在嘉靖年间的时候 到了云南 有一天呢 突然呢 就在碧基关附近呢 遇到了来自云南五定的女吐司 这个女吐司呢 我们大概可以确定是当时的 五定军民府女吐司 叫做曲氏 只是五定军民府呢 其实应该是姓凤的 但是这是女吐司嘛 所以他自己是姓区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诗的描写 他就说呢 在碧基关下呢 奉军 因为这个是奉氏吐司 奉家吐司呢 经过了 他呢 穿着这个有紫兽 对不对 这个是朝廷给他的 可见他是有朝廷的告命的 那么他穿着漂亮的袍子 说是这个锦兰 锦兰好像是袈裟 但是肯定不是袈裟 就是说漂亮的袍子吧 那么他戴着上面可能装饰着有佛像的这个漂亮的头冠 那么他穿着嬉皮座的皮鞋 嬉皮座的肯定不是其他地方人会穿的 那么他有怎么样的骏马啦 有怎么样的雕鞍啦等等 然后下面真的非常有趣 他形容 他特别点出了一些很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 他说呢他有青雀鸽 白雀鸽 翠继 这是翠吧 翠继半额 翠继半额 胶双额 什么是这个青雀鸽 白雀鸽呢 难道他戴了鸟巢在头上吗 还好 还好呢他自己做了注脚 告诉我们说这个雀鸽呢 是宜人的帽子 那么根据现代的这个服饰学者的研究呢 这个所谓的仪人帽的这个雀鸽呢 其实是现在叫做鹦鹉帽 长得像这样 当然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红色的 但是呢当时这个诗人他看到的是青色的 白色的 同时呢他也听到了声音 他看到这个女吐司呢 跟他的这个侍纵们呢 在这个军帐里面呢 喝着仪人的酒 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渣酒 这种渣酒呢 据说是要从鼻子喝的 那么要喝渣酒 那么要这个用着金的酒杯 这个银子做的酒杯 然后赌博呀 喧嚣啊 唱歌啊 总之这首诗里面充满着声音跟颜色 他的喧闹呢 对于这个诗人来说呢 一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视觉 以及听觉上面的冲击 但有趣的是呢 最后这首诗的结尾呢 却是一个苍凉的感觉 在我这客子听来呢 是类如何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 对于吐司的形妙的 形茂的一种表现呢 具有高度的一个图像性 那么似乎没有很明确的价值的判断 但是有一些硬为的价值判断呢 仍旧是流露在期间 那么各位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以自行地去体会一下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直贡图 对不对 在直贡图里面呢 就会画这个 一对一对的这个外国 以及外族的人 那这个当然是现在很红的题目啦 但是我并没有什么研究 各位可以看看比方说 像是中元院进食所赖玉芝的研究啊 他就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个直贡图 特别是到了乾隆时期的直贡图呢 是怎么样地去代表一个皇帝 面对他的帝国的一种想象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直贡图里面是有画到裸裸的 画到裸裸的 比方说像是这一对 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画到裸裸的时候 他画的不是一般人 而是吐司 男吐司跟女吐司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女的是吐司 因为他手上拿着 显然是告命 皇家的告命的东西 所以他不是一个名副 不是一般的裸裸人 他是裸裸里面的吐司 画直贡图 然后画到一对人的时候 他会画裸裸的最高阶的人 这当然其实是因为 遗族 如果说我们说黑裸裸白裸裸的话 那黑裸裸的地位是很高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直贡图这样的呈现 也表达了当时画图的人 他们对于裸裸族 有男吐司有女吐司 这件事情是有非常清楚的认知的 然后在表现这个裸裸女吐司的时候 有一些这样的民族特色 到今天都是存在的 这个百折裙 千折裙等等的 好 那另外一个系列 现在也是非常受到 这个艺术史学者注目的呢 就是所谓的描蛮图 或者是摆描图 在这些图像里面呢 也常常描绘出女性的吐司 而且呢他们都有一些相似性 各位看到这样的图 不会觉得哪里好熟吗 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谈到的显夫人 在文献中是怎么形容她的吗 是不是也是骑着马出巡 上面张着滑盖 对不对 有很多地方真的都是有一些固定的联想 那么在描蛮图里面所画到的这个 与吐司呢往往都是这样 她有地位 所以她的头上呢要撑着散盖 有滑盖 那么她骑着马 表示她是高高在上的 她是出巡的 那么她有随纵 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这幅呢其实理论上是画得比较粗的 但我特别喜欢 因为她的马有双眼皮 跟长睫毛 所以虽然她画得更为民间性长眼 但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描蛮图里面的 这个女吐司的一个形貌 那同样的摆蛇群还是会出现的 这个是民族性嘛 或者是左下角的那个角 这是另外一个典型 这个是更具有威严性的 是在关牙里面出现的女吐司 那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这个女吐司好像比较老是不是 仔细看到她的脸 就是黑黑的 好像也比较有皱纹 似乎比较老 比较不美 但是呢她却更具有一种 政治上面的权威感 这是另外一系的 看到她的脸 这个女吐司的这种图像的表达的方式 更加的强调她的女主的地位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摆蛇群又更加的美丽了 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花纹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康熙时期的一个大观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山东文人 叫做田文 他所写的一首诗 叫做《东川女观歌》 东川其实是在 应该是四川吧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出她所描写的这个女观呢 其实是更像是贵州的 罗罗族的 遗族的女观 那么这首诗同样的也是 因为它非常的复杂 其实是需要比较 比较精细的一个分析 我们显然是没有这个时间了 或许 我们就稍微注意到里面的一些重点吧 例如说 她一开始先说 我看到女观好像做梦一样 我看到女观又好像看画一样 她当然有说这个画 她心目中想到的是直共图 那为什么看到女观又像做梦一样呢 只是因为她太奇怪吗 还是有别的原因 那么接下来呢 她把这个女观 以及她所带出来的那个氛围呢 都用了这些例如什么 鬼啊 亡两啊 古鬼啊 什么骷髅啊 什么修罗啦 等等这些鬼气生生的东西 那这让你想到什么 至少我是直接联想到 董容的《知刊记》里面 把这些负面的女性人物 联想到可以足以影响一个 王朝命运的那种所谓的阴性之气 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诠释 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 一二三四五 不见了 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行的第一句 通喉绝印大如斗 这里面有一个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词 就是那颗印 刚才我们没有时间谈到 但是在刚才我提到的那许多的例子里面 都会涂出印这个字 也就是说印是代表这个女官 她所得到的那个政治权利 它是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一个表现 在许多的这个文字材料里面 都会特别提到印 像我们刚才不也有一个 我们刚才没有时间谈到 但有一些材料就会讲说 有一些女官她虽然已经得到了那个职位 但是朝廷却不肯给她那颗印 说这个印还是留在我们那个地方官员的手上吧 那这个时候女官以及她带领的人民 就要去把那颗印给争取回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一颗看起来只是一颗印而已 但是它却具有很高的一个象征的意义 好 那么 最后呢 这个田文呢 他说 这一群 对他来说就是外族嘛 这不是汉族嘛 这些不管是祥皇啊 或者是阁老啊 这些西南的民族呢 这太多了 看起来呢 就像是傀儡之戏一般的 像在他面前扮演一出戏那般的 如梦如戏如画 这整首诗里面呢 传达的非常复杂跟丰富的情感 如果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思考方式的话 我们会用一个就是现代人的观点 很容易我们就批判说你田文就是用了一个汉族中心主义嘛 你就是华夏沙文主义嘛 所以你看不是汉族人都是鬼咯 所以这田文就是一个烂人嘛 但是其实绝对不是这样的 我在书里面其实有一章是专门讨论田文这个人 田文这个人呢 他在文学上面呢 非常具有实验性 他很喜欢去实验各式各样奇怪的句型 以及奇怪的词汇跟奇怪的字 这个当然在这首诗里面也表现出来 那么还有就是他作为一个贵州巡抚 虽然他在那里的时间呢并不久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深入民间并且能够体察民情的官员 他对于贵州呢具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情感 而这个情感呢是不论是作为一个人也好 或作为一个地方官员也好 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从各方面去观看他 而不是单纯只是我们用一个二十世纪的一个观点 去做一个简单的批判的 好我还剩下最后五分钟 我有一个特别精彩的例子 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先看看这幅图 有个动物对吧 什么看得清楚吗 什么动物呢 是象 那么象是一种非常具有地狱联想的动物 对吧 各位可以看到前面呢还有一个人 是男的是女的 当然是男的 这是一个我们不知道是 是哪国人或者是哪族人 总而言之呢 他这样的穿着 然后这头像上面赋予了这么多华贵的这个装饰 可见呢 这头像不是 不是要带去 不是要带去打仗的 例如 这头像是作为一个贡品的存在 前面的这个人呢 他应该是一个侍者 他牵着像呢 是要进京来朝贡的 所以呢 像呢 具有 当然就是具有明清时期 特别是清朝 跟外国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表征 但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发生在明朝 我目前看到的材料呢 来自于清代的毛麒麟的蛮丝合制 但我猜想他应该有更早的来源 很抱歉 我还没有来得及 好好地找到 但我们看看这个故事 他说呢 有一个叫做高斯弄的人 这名字好玩 高斯弄 他是楚雄地方土官的女儿 后来呢 他就继承了这个土官的职位 在明朝宣得五年的时候呢 这个高斯弄呢 就来进贡了 他既然是女官呢 他进贡的时候呢 请各位看到第二行的后面 他自卸官带 也就是说 他本来是被文明化了 对不对 他穿上了朝廷所赐给他的那些 正式的服装吧 他才来朝贡吧 可是呢 真正他进了进来朝贡的时候呢 他卸除了那些文明的官带 他故意穿上了 土人的 他自己民族的衣服 然后呢 他骑着巷 进了张义门 这个时候呢 他真的是一个 spectacle 全城的人都跑出来看他 然后呢 还有画家呢 赶快就来画了一幅图 叫做土富共相图 真是遗憾 现在没有看不到这幅图 那么 所以 这个 我们回到刚才的那幅图 我们要想象 曾有一个景象 只是 是一个女人 而不是这个 留着胡子的 落腮胡的男人 而且呢 这个女人是 骑在相上面 而不只是 牵在相上面 而进入京城的 后面这个故事呢 当然还有很多的复杂性啦 例如说 这个 他想要自己 决定自己的婚姻 他不想 他不想要按照 这个 一般的规定去 去 就是莫名其妙的结婚 最后皇帝就说 好好好 都听他的 我们看到他有多高的自主性 而且呢 这个 这个呢 地方官呢 就说 因为他最后结婚的对象 还是原来 安排的那个人啦 只不过是他自己决定的 所以地方官对这件事情的 的诠释是说 那个 这个 这个高斯诺女士结婚了 是他自己选择的 所以呢 那个 丈夫是他有的 不是他是丈夫有的 有没有觉得很有趣 这是那个地方官对这个婚姻的 这个 诠释 下面就更好玩了 这个地方官呢 他跟这个高斯诺一起吃饭呢 然后就 其实是调戏他 就突然问他说 听说你们族的人啊 都在手臂上有刺青 是真的吗 这什么意思啊 你要怎么证明是真的 还是不是真的 意思就是要看他的手臂咯 那这个高斯诺女士呢 非常大方 他呢 就用非常优雅的姿势呢 就把自己的 那个袖子卷起来 就看说 没有呀 然后呢 又非常优雅的 再把这个衣服呢 整顿好 从头到尾呢 没有任何惊慌失措的举措 那么这样的一个 这个汉人的政府 这个地方官员 用一种 怎么说 就是调戏女性的方式 来小看一个女吐司 然后被女吐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对应 这样的情况呢 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 而且我们今天也来不及讲 来不及讲 但是呢 在关于秦良玉的故事里面 也是会被一再重复的 所以它是同样的一个主题 会在文学里面 会有不一样的那个呈现 但是它背后的那个逻辑 都是一样的 好 当然这个故事的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 人家问他叫什么 他说我叫斯弄 人家就笑了 还有一个当官的叫做斯弄 这个大概就是说 因为这个名字很好笑 弄 为什么叫做弄 想要弄 想要弄 是弄什么呢 于是高斯弄就不高兴了 他就说那我要改名 我要叫斯隆 隆这个字是可以这样随便用的吗 这个后面呢 当然也就寄托着高斯弄 他对他自己的 自己的一个想象 好 那么我就用这样的一个 有趣的故事来 作为今天最后跟大家的分享吧 那么就没有办法做什么完整的结论 那么我就想要说 本来呢 我在设定这个男方女主的题目的时候呢 其实原来我的设想是希望可以带到 我长期关心的女性谈词小说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就已经五点了 那么我在准备演讲的时候 自己也就有这个自觉 我知道时间所限了 我是不可能朝那个方向再发展下去 但是我可以简单的说 女性的小说家 潘子小说家 她们对于女主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想象 比方说像我之前做过研究的 陈端生的再生园里面的皇后 或者是侯之的再造天里面 有一个希望当代已则天的一个女主角 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 那么我在我最早的一本书 《才女彻夜未眠》里面曾经讨论过 那么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或许也可以参考 那么未来呢 我其实想要探讨一个 十九世纪中期产生于福州的一个 谈词小说的文本叫做《刘花梦》 我认为这个可能是我们的文学史上面 对于女主这个概念最放肆的一个想象 因为在这部小说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全天下都被分封凡国的 女主控制的一个帝国 那是一个女性的地方 包围男性中央的一个大唐的世界 那么从此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么多材料 以及未来我有可能处理的一些文本 让我们看到这个女主的问题呢 其实不管在文学或者是在历史里面呢 都应该还有非常多的发挥的空间 好 那就是一个不是结论的结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谢谢 谢谢大家的耐心 我们非常感谢这个胡小珍老师 带给我们这么的精彩丰富 而又有奇葩性的领奖 那我们看到这个胡老师 用了这个许多不同类型的文本 从这个正规的 比如说像诗歌 那这个到史传以及戏曲 甚至包括了视觉的图像 那么把从险佛人开始呢 那么一路下来的这个西南女主司的这个谱戏 那么用许多生动的故事给我们威威道来 可是呢 很显然的这个我们所听到的不只是故事而已 因为这里头带出了太多的可以进一步去思考 然后去这个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它里面既有这个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这个纠葛 然后更有中央跟地方之间的相互的抗衡 那我们当然也就看到了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这个价值观 它在里面相互的这个交错 那么甚至于相互的这个结航 那么而我们不但看到了这个女主的一个谱戏 同时也看到了里面的许多的问题 而这一些其实我相信是我们在座 许多的这个听众们可能过去都没有接触过的议题 所以我想今天记得胡老师真的是给了我们非常丰富精彩的又成功的演讲